今晚五百多包 拿了少許生蠔 拿了酥皮湯 也不錯 回到大堂 身後是自助餐 看看今晚的價錢 看看餐廳整體的情況 整體氣氛不錯 先看看頭盤有什麼 雜果沙律 鮪魚仔 梅西蘭花 煙三文魚 一系列沙律 吞奶魚和雞蛋 雜肉沙律 看見有餅乾 必定有芝士 還有雜冬肉 還有什麼草食 吃粟米 一系列沙律 拼配醬汁 還有千島汁 蕃茄也不錯 在元朗盤吃檸檬 吃檸檬 吃蟹腳 還有麵包蟹 很脆 像是龍蝦蟹腳 很脆 還有青口 海鮮只有這麼少 原來還有蝦 還有什麼回盤 生蠔 有多少 冷盤其中一部分 放得很精緻 這兩瓶是紅酒 豉油 有豉油 有日式冷麵 沒錯 日式食品區 有些壽司 比壽司更加精彩 有什麼呢 一系列的日式生蟹 三文魚很漂亮 還有些前菜 我們在飲品區有些什麼 有咖啡就正常 有什麼交來呢 喝滾水 還有紅茶 檸檬茶 凍咖啡也有 必定有冰 還有一系列的月盆 水子 都很精緻 全部都是一份份 小朋友拿了酥皮湯 也不錯 熱辣辣的酥皮湯 我拿了一些生蠔 食 原來這個叫做馬菜海鮮湯 我先試一下 這個馬菜海鮮湯 挺豐富的 還有龍蝦味 腱肉 都不錯 燒汁 有燒汁 必定有牛扒 這是什麼牛扒 也寫是肉眼扒 除了有肉眼扒 還有排骨 貓小朋友拿了兩塊燒排骨 看它切下去 也有少許肉汁 我們先試一下 吃完排 看看這是什麼生果 生果區 整個地區只有兩碟 這邊 這邊厲害 木桶豆腐花 鹽桶 我先做一碟 到尾聲的時間 介紹一下甜品 甜品 今晚的甜品區 就是這裡 在這裡 如果以星期六來說 五百零百元 也算合理 今晚 大家都看到 冷盆 那些 製作得很快 甜品 做得很精緻 特別是 黑魚子 我又拿了 煙三文魚 再收一塊 火腿 每次吃自助餐 去到 全品的時間 就是明星的時間 一邊又和大家聊聊 今晚整體的食物的質量 都是過得去 選擇也算多 我們買這些 住宿库 叫巴馬自助餐 不妨不少 如果自己 入住 五百零百元 就要考慮一下 其他酒店的中間自助餐 也有很多選擇 這間餐廳 整體的環境 其實都是一般 就像 大唐咖啡店 相比 丁林居 的環境差 少少少 大家知不知道 這是什麼 這是阿拉斯街 剛才有斷火 拍不到 現在在派給小朋友 很多人在拿 這個叫做 焗雪衫 白色的是什麼 是蛋白 我們把蛋白 放在起身 煮在蛋糕面 我們80年代做的時候 還加一塊雪糕在中間 然後拿去焗 焗香 然後淋上桌前 就燒 然後淋上巧克力汁 現在當然是簡化很多 對 又和大家吹吹 吹吹吹 我 沒有 有病之前 那時候很肥 差不多吃了 八個 為什麼這麼肥呢 我又喜歡吃東西 自己又喜歡煮東西 吃 周圍吃 體重就過肥 大病之後 瘦了很多 瘦了四十幾五十個 現在我吃東西很慢 吃一頓飯 最好是一個多小時吃 晚上才有機會 早上開工 都是要淋酒淋涼 所以我現在 就不會選擇自助餐 我未有病之前 我不會吃自助餐 我一定 去餐廳 或酒樓 我都會全部剩餘 因為吃好一點 吃自助餐 有什麼好處呢 對我現在來說 是相當好 因為慢慢吃 又可以 吃完我的甜品 就結出我今晚自助餐的分享 總結整晚的食物質素 都是過得去 冷盤一般 葉盤一般 沙律的表現都不錯 甜品都是過得去 最好是一杯冷咖啡 和雪糕 今晚自助餐的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喜歡就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星星分享一下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